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政令 今天这个节目主要是聊一下 我接受大纪元记者的一个采访 那么这个记者他在纽约 可以说他是突然来访 就是在纽约打电话给我 那么临时就是提了几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他这些问题其实提得非常之好 我平时做节目还没想到把这些问题一起串起来 所以他问我答这种形式 基本上谈了十几分钟18分钟左右 基本上是把最近中国的一些政治经济 社会的一些话题串起来了 所以他这个提问提的还是非常之好的 当然因为是临场发挥 所以我这个回答的可能不是特别年贯 而且这个录音是从他那边露出来了 所以他的声音是大一些 我的声音稍微的是小一点 大家听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费力 如果大家愿意听可以听一下 主要是现在刘鹤穿架了达沃斯论坛吧 然后去年好像上一次就是 穿架的冷暑很满 这一次大厅里总有一个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空位 就是在您看来 这个是国际对待中共的经济方面 是不是有另眼相待了 什么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释放的是从中国国内释放出的信号 因为达沃斯论坛它是一个开放的论坛 你不管是政客还是企业家 只要你想参与是都可 达到了一定的名望和影响秘密的企业都是可以的 其实按照中国企业的标准 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可以参加的 你像马云那刘强东那一拨都可以参加的 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 以前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上比较彰显自己的个性 你想要马云对不对 他前两年跟川普总统聊天的时候 就说给美国提供多少万个就业的岗位 但是那个太张扬的说法 后来他在国内可能就受到了打压 习近平对这种企业家个人 在国际上出风头的事前打压得挺厉害的 所以加上这两年一直在打击民营企业 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加来现在都比较低调 就是枪打出头鸟 基本上就是不往那些国际论坛上蹭了 也不搞 也不在互联网上说那些有个性的话 也不出国访问了 所以主要可能还是国内中国政治上这种环境越来越严苛 加上习近平这种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力度比较大 所以大家都比较低调 加着尾巴做人吧 他这个苏打招呼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达乌斯论坛很多中国企业家其实都没参与 那实际上刘鹤在这次会议上 他有一点他就是说否定了习近平回归计划经济 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他还说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绝对了必须对外开放 什么还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云云云云云云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他就是说不可能 这个事情呢 习近平可以说这些年他上台以来一直是往计划经济的那个方向在走 你不管他是打击民营企业对不对 然后是对于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进行公司合营 让国有资本来入股控股 而且呢在上市公司里面很多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啊 他的资本大量的收购一些民营企业的股份 其实这些都是往计划经济方向在走 而且中国的供销社系统呢 这几年增加了好几万家 你现在一般的年售的超市像那种都生意的不太好 很多的倒闭了 民营的很多的倒闭了 反而是国营的这种供销社系统非常火爆 而且呢这都是信号 就两个方面释放出的信号 而且这疫情三年呢 很多地方开始用一些食品票 用这些东西 其实这都是释放出的是计划经济的信号 比如说习近平呢 这几年其实都是在往计划经济的路上在走 但是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他承认会非常麻烦 他一方面自己实际在做 但是他也不承认让刘鹤替他在国际上发声 说中国不搞计划经济 那就那他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国内的民营企业非常害怕计划经济 对吧 因为计划经济是没有民营企业什么事的 如果中国真的往计划经济再走的话 这些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全部都要公私合影 那么以后他们就是尽神出户了 这些民营企业家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结局 所以他如果说他在搞计划经济 可能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全部都吓跑了 很多本身这些年其实民营企业家都走了很多 而且很多民营企业都倒闭了 这是一个方面他顾及民营企业 另外一个方面他也顾及这种国际资本 因为他如果 因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根本不相容的 如果是说他承认他在搞计划经济 那么这些年来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 会更大密度撤迷中国 其实这些年本来很多外资都在离开中国 如果他说他在搞计划经济 那可能更多的外资都要撤迷 而且其他的外资也不敢进来 所以他是不会承认的 他现在这样说 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来 更多的民营企业家留在中国 好的 基本上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刘鹤在这个会上 他还否定了那个房地产的悲观 就是态势吧 他认为说中国能处于什么城市化 较快发展阶段 巨大的需求潜力 将为房地产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就是这一块 包括他还为那个习近平共同富裕 以及那个企业家的冲突进行了便捷 然后还有一个大点就是 为了防疫政策大转弯 也有一个便捷 因为防疫政策大转弯 正好是现在目前的这个 所以就是他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说现在达峰的时间 和恢复正常的时间 是比较快的 从某种意义上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意思他现在就是中国大部分 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您怎么看这个说超出了他们预期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就是 这里面有怎么辩证的看 因为还涉及到现在殯儀馆还在排队 对对对 他在国际上这样 可能就是为习近平的这种 突然放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辩解 在涂着抹粉 之前清明那种变态的清明政策 是不对的 对不对 大家关在家里面像坐牢式的 集中营式的清明肯定是不对 但像他现在这种躺平式的放开 什么都没做 疫苗也没有有效的疫苗 可服药也没有新冠 新冠的可服药 基本上退烧药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躺平式的放开 政府就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他就是甩开了 让大家自生自灭 就是这样的一种架势 那么带来的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就是中国的医院几乎全部爆满 而且太平津医院的太平津里面 全尸体都停不下 而且火葬场里面烧也烧不赢 很多预约都预约到半个月之后 就是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中共它一贯就是那种数据造假 可以说它都是有它的历史的 所以现在它也一直在数据造假 最开始它只承认它死了几千人 那么可能是国内的民意太强烈了 而且是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 你想中国医院就有几万家 它如果说只死 后来它这个数据确实是掩盖不下去了 它改了一个口 说中国死了6万人新冠 这一波死了6万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在造假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医院大家想在医院总共就有几万家 一个医院平均死两个人 那么基本上就到了6万人 那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很多医院的太平街里面都装满了呢 我正常烧不赢了 所以它这个数据明显是造假 所以它的数据基础上 千万又成年了一个事 我觉得是600万以上总 那么根据我之前模型推算出来的话 这一波高峰过去 没有死一两千万人 我觉得是这个数据是比较靠谱的 否则的话反应不出来那种冰尼管爆满了 很多医院它就已经停不下世界这种情况 对于它在国际上 那样说还是在为它的这些政策辨解 它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就是像那个共同富裕这一块 就是在您看来 这个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 跟这个之间的那个混淆 它混淆在哪里 他说的那个共同富裕 其实最开始是习近平上台提出的 相反于他的那些秘书班子 给他提供的一个写的一个政治口号 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 这种感觉就有那种 共产主义的色彩比较浓 知道吗 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之前等一下比如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对不对 习近平他提这个口号就说 可能他已经到了 让大家一起富裕这个阶段 但是实际上 中国的贫富分化还是非常严重 像去年李克强提出的 那个中国6亿人的收入 只有6亿人收入 月收入只有1000 对不对 其实那就是打了共同富裕的面 中国的贫富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从招商银行的金葵花卡 里面反映出的数据 也得看得出来 中国是20%的人 掌握了80%的财富 80%的只占20%的财富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叫共同富裕呢 这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 他说的共同富裕 他说实现的共同富裕 可能就是为自己的扶贫不利 在进行甩锅 因为习近平他一个 他认为一个重要的 他的政绩就是扶贫 对不对 但是习近平 这搞了9年来 他其实扶贫是一事无成的 中国的贫富分化还是非常大 还在继续扩张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说不过去 就是在您看来 因为那个 就是关于房地产的这一块 就是他认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 那个支柱型产业的 那他在他这个讲话之前 我们看到了中共官方自己公布的 好像才是那个3%吧 就是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崩了 他说这个是支柱型产业 那总体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你怎么看中国经济 房地产跟那个总体的这个一块 中国经济啊 其实现在就是在快速的下坠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去年啊 去年他不是刚公布去年的 GDP的增速是3%吧 但是有很明显 有两个季度是造假非常厉害的 数据明显造假 你像第三个季度是增长了3.9% 好像啊 那第三季度其实是很差的一个季度 第二季度是零点几增长 那可能还稍微的比较真实一点 第一季度以造假严重 第一季度他是说增长了4.9% 那个数据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整体来说 他这个30%在造假的基础上 才是个30% 如果不造假 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的情况下 可能是负的 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共识啊 就是中国的经济啊 他再怎么美化统计局 再怎么美化 已经美化不下去了 以前还可以美化一下 到个5% 6% 现在勉强的造了个3%的数据出来了 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数据造假非常严重呢 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啊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在这20年来啊 基本上每年是贡献中国经济增量的50%以上 就拉动中国的经济有这么多 但是去年呢 你不管是房地产的销售的价格 不是销售的金额 还是销售的面积 还是它的开工的面积 是在大幅度的下滑的 包括房价 去年是全国普跌的 基本上下滑的幅度呢 就是说按照成交价格来算啊 就是成交面积 这个成交量 基本上下滑了30%到40% 但是想想 以前是贡献中国一半的经济增量的一个产业 房地产 突然下滑了3% 40% 你的经济怎么还可能增长3%呢 你正常应该说是负的 对不对 而且去年特别是夏威仁之后 中国的外贸 这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二加码 外贸下滑的速度 下滑的速度也非常之快 这就是对美国的出口啊 下滑非常严重 因为美国现在从很多国家在进口商品 已经替代了中国 所以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立场是缩小了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达到3%的增长 所以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 现在已经是卖不动了 就是整个产业在快速的下滑 去年呢是下滑的速度非常之快一点 我觉得今年呢 上半年可能稍微的会回乱一下 但是往后走还会继续往下坠 这个大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 因为中国人已经没有了购买力 因为三点这种清零政策啊 中国的工厂大量的倒闭 老百姓大量失业 然后呢 大家对未来的生物预期啊 非常之悲观 很多老百姓现在都不敢借钱啊 不敢找银河贷款 都在还贷 降账了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降账了 所以不敢买房了 不敢买房之后 房地产就是断崖式的下跌 就出现了这种趋势 那么这种趋势可能还要持续很久 老百姓的杠杆 只有把它降到很低的程度 以后出生的人口 如果慢慢的多了 经济恢复了 可能房价才会回来 但是目前呢 中国人口也是在开始负增长 所以我觉得 未来10年到20年呢 这个房地产 这个产业 不会 不会有这种 兴旺的趋势啊 基本上我觉得 要么就是快速的下坠 然后再低步趟贫 就是这样一种走势可能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刚刚你也提到了 就是中国的人口的 61年来出现了负增长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太懂 经济跟这个理念的 那个背后的含义 在您看来 它的人口负增长 对这个国家未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帮我们说谈一下 人口负增长呢 这个人口问题 确实是非常长 就是需要非常有战略性布局的一个问题 中国自从搞计划生育开始 中国的人口少升了 这个三四亿 四五亿 或者是就这样 而这些人呢 本来应该是 现在正是轻壮年劳动力的 但是中国已经没有啊 这样一批人口 反而呢 这个婴儿潮一代 中国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那个时代出生的一些人 现在都开始老了 退休了 他们要需要养老 需要医疗 那么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工作 提供的养老金和医保 都是在供这些之前退休的人 知道吗 那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 很多人没有工作 而且现在医疗和养老 要养这些人 养那么多退休的退休的人员 老年人 所以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大家看看中国的医保 社保都已经亏空了 对不对 很多地方养老工资 养老金都发不出来 而且很多 加上地方财政不行 地方财政 因为房地产不行 所以土地财政不行 那么地方政府很多 公务员的工资 还有一些医生 还有一些老师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 所以整体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老年人口太多 他不可能创造太多的价值 年轻人口又少 所以这个社会的负担就非常沉重 那么就是相当于是中国这种境界 就是为老先衰 就是说为富先衰 或者说为富先老 正常你像日本 别人是经过了50、60、70年代 高速发展到80年代 慢慢进入老年社会 但是别人已经迈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现在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中等水平 但是整个国家都已经恼化了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以后劳动力成本会上升 土地房地产价格上升 那么你的制造业怎么做得起来呢 现在制造业都在外流 所以中国的这种最有竞争力的 就是中低端的这种产业 现在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中国的制造业的成本已经比美国还要高 所以你说这些企业它留在中国干什么呢 那么这些企业一走 中国的失业问题就更严重 对不对 加上这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又沉重 那么中国的经济怎么会好得起来呢 那现在网友的怀疑 这次的那个放开 老年人大量去世 他们犹豫的 这个可能吗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前几天其实上周我也做过一些节目 就是这大量的老年人趋势 其实为中国的这种养老金是审了几万亿的 这是我的一个测算 我测算可以节省四五万亿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养老金 这个问题很严重 缺口也很大 除了老年人口多年轻工作人 年轻的工作人少这样一个原因之外 养老金还被罗用的也比较厉害 而且很多各级官邸政府都在挪用养老金 所以养老金呢 它基本上是入不敷出 它的黑洞非常之大 中国其实去年呢 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测算 在2035年 中国的养老金就会全部都透支完毕 那么意味着70年代 这一批人 七年后八年后 他们退休之后是没有养老金的 就出现在这种情况 其实我预计的速度可能比这个还要快 但是目前来看呢 它这一波啊 大量的老人退休离休的人员 确实是否会给中共接约一大点资金 那么它的养老金系统是不是可以多支撑几年 这个需要再测算一下 好的 好 感谢点评 谢谢 好的 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注财经冷眼先生频道的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是专注加拿大移民的律所 一直以来都为客户提供专业移民加拿大的服务 多年来已经帮助众多的家庭实现了移居加拿大的梦想 随着加拿大移民门槛的提高 有些没有雅思年龄大的客户都受到了阻力 因此我们律所依托全球律师联盟的优势 为大家争选了几个加拿大以外的移民项目 第一个 马尔他永居 政府捐款项目 先审批 后投资 总费用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无雅思 无学历 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 一家四代 整个周期9到12个月 全家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第二个 爱尔兰永居 政府捐款项目 总捐款40万欧元 无雅思 无学历 无年龄要求 没有移民间 整个周期6到9个月 全家拿到绿卡 第三个 瓦努阿图护照 英联邦国家 一步到位拿到护照 总花费约90万人民币 全球避税天堂 护照可变迁 英国 爱尔兰 俄罗斯等国 办理周期仅需两个月 还有更多优质 安全的移民项目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联系咨询